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是献血献脉啊 那你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大家吧 好 这潮州的木雕 据说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 怎么不说了呀 不过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你每次啊都只了解那么一丁点 一丁点 一丁点呢 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口语词 意思是非常少 比一点啊还要少 哦 所以一丁点 就是一丁点 好吧 那接下来呢 还是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过啊 我们得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地方 寒家这儿的木雕这么多 不用换了吧 多吗 我看未必哦 走吧 要说金漆木雕的鼎盛时期啊 还要数两百多年前的清朝 那个时候 广东这一带的官员 妇人 都特别喜欢金漆木雕 建房子的时候 也都用它来做装饰 用图广 种类多 这可是潮州金漆木雕的一大特点呢 哇 这儿的比起来 刚才的木雕还真不算多呀 那当然了 要不然我怎么会专门 带你到这儿来呢 这儿收藏的金漆木雕啊 不光有工艺品 而且呢 还有建筑装饰 民间家具等等 没错没错 而且这雕刻的手法也很多样啊 你看有浮雕 立体雕 还有还有还有那个 你看这个呀 哦 这个呀叫通雕 这龙虾蟹楼呢 是潮州木雕中的经典作品哦 难怪我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这件作品了 对啊 不过最大的龙虾蟹楼啊 在那儿呢 我们去看看 哇 这龙虾蟹楼是够大的呀 嗯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龙虾蟹楼的作者啊 都是同一个人 是吗 对啊 而且这间木雕艺术馆呢 也是他开办的 真的啊 嗯 就是这位了 中国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陈飞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陈老师您好 这些作品都是您自己的吗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做的 还有这里呢 还有我原来我父亲做的 哦 忘了告诉你了 陈先生的父亲啊 陈顺枪先生呢 也是一位制作惊奇木雕的大师 他们父子俩的作品啊 都曾经被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做展品呢 是吗 这可是很难得的事情啊 对啊 尤其是雕刻着龙虾蟹楼啊 那可是陈老师的拿手好戏啊 哎 木雕怎么和唱戏扯上关系了 我刚才说的拿手好戏呢 是用来比喻某人特别擅长的本领 哦 so拿手好戏 refers to one's specialty 嗯 比如说这项记忆可是他的拿手好戏 this craft is his specialty 这项记忆可是他的拿手好戏 this craft is his specialty 是吗 那陈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这是怎么雕出来的呢 这个蟹楼呢 就是作为潮楼木雕 这个庞学龙是最有代表性的 做这个呢 首先用故事 然后呢就是用大开的红笔 画个大开的意思 然后呢就是一层一层 向里面丢出来的 看来是需要花很多的耐心和时间啊 哎那是肯定的 不过让我听得非常的激动 我真想亲手试一试 啊 你啊 我看还是算了吧 那你放心 有陈老师教我 你说是吧陈老师 是 哇这么多人在雕刻呢 是啊 这个 这么大型的作品 又搞书间 嗯 所以就是用大家都就一起 又一起来搞 嗯 那要不我 我也参与一下吧 好 我也帮忙雕刻 啊 你行吗 可别帮倒忙哦 哎呀帮忙就帮忙啊 什么叫帮倒忙 帮倒忙的意思呢就是指 帮忙的方法不对 反而给人增添麻烦 哦 哦 帮倒忙 means to be more hindrance than help 比如说你可千万别帮倒忙啊 你可千万别帮倒忙啊 你可千万别帮倒忙啊 don't be more hindrance than help 那陈老师你看 我哪能帮得上忙啊 这个小筷子你来帮 来帮忙 哦 那那个那个小点 嘿 渊源多好的机会啊 赶紧去吧 好好把握 好 这回啊渊源是有的忙了 那我们呢也别闲着 来看看今天的赏心悦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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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渊源啊 这回是有的忙了 这样吧 我先来给大家出今天的有奖问答题 韩家 你这么快就干完了 陈老师说我刚来就不用那么累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给人家帮倒忙了 没有的事 好了好了 你就别问了啊 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吧 您听好了 题目呢是这样的 下面的哪个词语可以用来比喻 某人特别擅长的本领呢 A 一手遮天 B 拿手好戏 C 手忙脚乱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 那就赶快按照屏幕上的方式告诉我们 回答证券呢 按照惯例 还是可以得到我们栏目组送出的特色纪念品一份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学说中国话 朋友变天下 明天见